东北角的供辽 依山傍海 景色优美 但交通不便 难以就医 这台亮黄色的巴士 是供辽长辈们每周的期待 道具都在上面比较多 放在后车厢的地方 是中巴改造的车子 这边就有很多的书籍 关于失智症有关的书籍 还有一些桌游 这边就有一些大型的 一些体制的教材 体制就是指说 体能活动结合认知 所以叫建脑巴士 因为车上满载着失智辅具 我们就要依照它这个帆船上面的颜色 去把这个杯子排出对应的样子 可以单纯以颜色 不需要失智就可以玩的 巴士以社区为据点 下雨天来的人多 但好天气反而比较少人 我们这边是乡下的地方 偏原地区老人家 他有种植他的山药 他的蔬菜 可能好天气的时候 他老人家 他会去田里做他菜园的工作 准备开始 一 二 三 四 长辈们务农 觉得每天都在动 运动量足够了 但其实运动跟劳动大不同 建脑巴士的使命 就是鼓励长辈走出来 别太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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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运动 动手做铜丸也在训练脑力 那用手做像这种铜丸的方式 就可以在做的过程中 长辈必须要配合我们的指令 然后还可以锻炼到一些精细的动作 剪材 拉卸 打结 每个动作都在锻炼大脑 接下来玩家们就要对决了 踩到那一钟 没有 你要一钟集中 集中在那边 还有手也要注意 手也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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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起来 好 你来 好 赞 边玩边训练反应跟认知 不只动手也动脚 是游戏也是运动 这里要讲话 要不然我没有来运动的话 我在家里就一个人 都没有讲话的对象 所以来这里日子比较好过 而且又可以动手动脚 天乡地区有许多是独居 或老老乡照的长辈 建脑巴士 结合长照据点 带尽失智照顾资源 更重要的是 及时筛检 找到需要就诊的个案 主动协助 打造失智防护王